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我以为是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 所以不敢怠慢 赶紧拿了钥匙跑出宿舍 然后打车去了陈丽家 陈丽的家在一栋高档公寓里 我到了他家以后发现他穿得很单薄 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 一双大长腿格外引人注目 我连忙收起目光 红着脸把文件递到他的手上 我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开 没想到他却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小徐 今天姐心情不好 你能不能留下来陪姐喝一杯 没等我做出反应 他便到了杯红酒放到我面前 盛情难却 我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一口 我本来就没什么酒量 喝了一点后就感到脑袋发晕 再加上对面坐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女人 身体越发地不受控制 我本想起身回家 没想到陈丽突然走过来 一下子抱住了我 我是第一次被女人抱着 一股奇特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 我渐渐迷失了自己 做出了令我后悔终生的事 一番云雨过后 我和陈丽躺在床上 她对我说 小徐 从你进入公司的第一天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盯着她的眼睛久久不语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有些错误一旦犯下 就只会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要想人不知除非几末尾 没过多久 我和陈丽的事就被公司里的人知道了 同事老王对我说 小徐啊 你还年轻 走弯路是很正常的 但老哥劝你一句不要越陷越深 你和他之间不会有结果的 道理我都懂 明知道这样做不应该 但是陈丽身上仿佛有种特殊的魔力 让我无法自拔 第二年 我和陈丽一起离开了公司 我带着她回到了我南方的老家 我跟爸妈说我想要娶陈丽为妻 爸妈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都认为我疯了 母亲把我单独拉到屋子里对我说 儿啊 她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你要是和她结婚 她这么大年纪 以后很可能生不出孩子 话又说 回来 你俩年纪相差这么大 你和她在一起 那岂不是让街坊邻居看下话吗 我那会儿是王八吃秤驼 铁了新药和陈丽在一起 母亲的忠告 早已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爸妈看着我一副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 也只好游着我了 半年后 我和陈丽在老家举办了婚礼 本以为日子就会像我想的那样平淡 且幸福地过下去 但是在婚后四年的某一天 我无奈向陈丽提出了离婚 结婚已经四年了 她的肚子至今一点动静也没有 早就想抱孙子的父母 成天在我耳边念叨 迫于压力 我只好和她离婚 离婚后没多久 我便在父母的安排下 和一个当地的二婚女人结了婚 我看着眼前这个父母满意自己 却毫无感情的女人 和她在一起 只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现在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但我心中依然忘不了陈丽 脑海中时常还会浮现出她的身影 我现在依然爱着她 有些感情纠缠久了 但最后你会发现 到底是真的爱 还是单纯的不甘心呢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